这个单元的课程是 Windows DVD制作程式 也就是把MovieMaker所做出来的影片 然后要把它烧入到光碟机 可开启的光碟片 好,那我们首先 开启我们的程式集 点选开始 然后到所有程式 然后移动你的游标 到这一边一个叫 Windows DVD制作程式 然后把它点选 开启这个程式 好,当你开启这个程式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边有几个项目 首先我们来看档案 档案的定律就是说 假设我曾经有做过这个DVD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把它开启以前所做过的这个档案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MovieMaker的专案档案是不一样的 这个只是指在这边所做编辑要做DVD的时候 所拉进来的专案 那么这个是开启它的专案 我们来看我们以前曾经有做过的这种的档案名称 叫做Windows DVD制作程式的专案 那么这边就会显示出来有曾经有做过一个专案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做过的专案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它点选直接开启 那么直接开启之后呢 它就可以直接来做了 好那么假设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这个DVD要烧录的档案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来进行新增 那么新增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这边叫新增项目 那我们进入新增项目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举一个换例 它新增项目的时候会直接到我们的档案总管 然后你在档案总管的时候可以去选取你要曾经做过MovieMaker的影片 那么你要可以把它全部整合起来之后呢 要把它烧录成光碟机 好那我们今天的换例呢 就是把我们以前做过的MovieMaker这个的教材 我们把它整合进来 然后十个影片我全部把它圈选 然后把它新增进来 好那各位同学你有看到我新增进来的MovieMaker 曾经做过的这些教材了 那么有12345总共有六段的教材到十段的教材 那么假设我发现到我这一个档案的教材 想要把它变更它的播放的时间 那么播放的位置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这一边可以把它做点选 往上的话就是把2当作第一首播放 那颠倒了1就变成第二首了 那么假设你要把它移动的话 你就把它移动回来 或者是我想4把它放到第一个最早播放的影片 那么4就把它签选到最上面来 换句话说顺序 这边那个叫顺序 顺序的意思就是说 从第一个影片 第二个影片 第三个影片 第三个影片 在DVD光碟里面呢 顺序的播放 那么我们这一个教学 已经把顺序自己编码编好了 所以我们就按照1234 1234去做进行的 这样的一个影片的烧录 好 那么假设我这个影片 我想说那我不要的话 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做移除的动作 比如说我4这个不要 我就把它移除掉 那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到 123就5了 没有4了 那没有4 假设你又后悔了 又想要把4再加进来 那么你可以在新增项目里面 再把你原始的档案夹里面的档案 再把它新增进来 好 那新增进来的时候 它把你放到第10了 那么要记得哦 把它再调整回去 调整到第4的位置去 那么你就顺序1230的播放了 直到10 好 那么这个呢 你已经把你要烧录的影片 总共有10个时段的影片 然后新增进来了 那这边你有一个叫DVD标题 那么我在原始设定预设的名称是用你的时间轴来当作你的名称 那么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修改 把你的标标点选进来之后 那么我可以把它修改 修改成为就是你想要做的编辑的 好 那这就是我的标题 好 那就按下一步 好 当你进来下一步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它已经把你的要烧录的光碟的场景带进来了 这个场景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这一边进来的 那假设我想要用这个全荧幕的场景 那么你点这一边 它就把你换成这个场景 那么假设你想要用剪贴簿的场景 那么你就用剪贴簿的场景 那么缓射的场景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点写缓射的场景 你自己各自的喜爱都可以去做更改 那么这个场景的定义就是说 你的光碟片晃到你的光碟器去播放的时候 那么它首先出现的画面 就是一个开始画面 那么这个开始画面呢 你只要按Play它就是会做播放 那么按场景的话呢 总共我们有十个场景 你就可以用十个场景 自己去挑选你喜欢看的场景 去把它做播放 好那我们这个换例 我们就用缓射这个换例来做 那么当我把这个场景做好之后 那我想说那我这个背后这个地方 我想把它改变 或是前面这个地方想把它改变 那怎么办呢 好请你将你的游标移到自定选单 好当你游标移到自定选单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叫前景视讯 一个叫背景视讯 那么前景的视讯呢 就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这个影片的这个三个前景 要把它改变 那我们来举例说 我随便找一个图片 来把它当作我的前景好了 那我们来找一个图片 好我们用这个图片好了 用这个图片来当作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前景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到了 我的前景的视讯 刚刚我选择这个图片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 你看这边的前景已经被我改变了 那我这个背景看起来似乎是不太好看 那么我想要再选其中的背景的话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浏览 然后去选择你想要的背景 那么我们来选择这样的一个背景好了 好把它新增 好那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整个的背景就被我改变掉了 好那同样的在这个选单里面呢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段你的音效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这个音效呢 我们就把它找一个声音的档案 然后把它放进去 好那我用一个命令的交响 好那我们用命令好了 新增 好那用命令交响页这一个的 当作我的前景的音乐的背景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那我就把它变更四样 好当我已经把背景跟前景改变完了 那么改变完之后 那么你可以先做预览的动作 好这样的一个预览就是代表的是 你现在是放在光碟机的时候呢 去做播放的 那么这个就是开始一开始的播放 那么假设我要去做播放全部的话 那么你就点选 它就进入全部了 那假设我今天想要 把这个的影片去做改变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去做整个的播放 那么我想说 那我想要去播放 其中的一个影片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场景 好那场景就是让你快速的进入 你想要选择的 比如说像这个动画效果 那么你就进入动画效果 就直接会进入动画效果了 好那么这样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所做的这一个工作 是将你要烧录的时候所产生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把我们所做的这个场景呢 再把它做一个改变 回复回去 那我想说我是把前景的视讯呢 还是用我的原始的好了 不要了 不要了就是用你内部的影片来当做你的前景 那么我是把它做空白的 它就会把你内部影片当做你的前景 那我的背景影片呢 我想说把它改成 另外一个 好我们就改成这个 新增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是新的背景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更式样 好当我变更式样之后呢 各位你这边有叫场景也有叫播放 那我想说是不是可以再把这个地方改变一下呢 好选单文字 选单文字里面我们这边你有看到 我们就一个叫movemaker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把它播放 那么我们可以 把它增加文字叫做播放全部 好那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我们把它播放 单一 单课 好我们把它播放单课 然后就把它做变更 好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边已经改成播放全部 跟播放单课了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进行 烧路了 那我们来点选这边叫烧路 好当你点选烧路的时候呢 它把你的光碟片放到你的光碟机 烧路光碟片 放入烧路光碟机 那它就开始进行烧路了 好那我们就时间让它去烧路 那烧路完之后呢 那各位同学你就可以将你的光碟片放到你的光碟机里面去进行播放的这个一个动作了 好时间再交给各位同学 感谢观看